接下来呢 那我就介绍一下 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青春期常见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障碍 那第一个呢就是焦虑症 那焦虑呢就是过度的不安 忧虑和惊恐 他们很很就是恐惧 那这个13岁到18岁青少年当中呢 占32% 其中更多比例是女孩 所以这个焦虑 男孩也有很多 那其实这些呢 可能跟他的这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呀 社交的焦虑呀 还有强迫呀 还有这个恐惧症呢 都有相关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焦虑 如果看到孩子有这个焦虑不安呢 你可以就是要提起一些注意 另外一个呢就是忧郁 我现在讲的这些呢 就是在青少年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些的心理障碍 还有就是忧郁 情绪低落 感觉就是这个日常生活 这个什么都没有意思 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常常有些 有些这个父母就觉得孩子 每天都在说无聊 无聊浑身无力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如果他长期 长期是这样 一会儿我们可以请汪医生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请汪医生 给我们做更详细的解答 那么这个呢 是在13岁到17岁的年轻人当中呢 占到13% 这个比例也蛮大的 那其中包括这个抑郁症 那有一些产后抑郁 就是说在北美有很多的这个少女 就是生育 那么也有产后抑郁 还有季节性的这个情感障碍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注意力缺乏 注意力缺失这个 那这个就是发生 现在呢 9% 就13岁到18岁的 对不起 那个 那个是18岁 13岁到18岁当中呢 占人群的9% 那注意力缺失呢 注意力这个缺失现在呢 原来呢 好像就是跟先天的大脑 有一些的关联 那么现在呢 我是 我是看到 也在观察 就服侍这么多年 知道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 确实是增加了这个注意力缺陷的 这个挑战 孩子们在 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 过多的这些网络 就是视频的这个 看的时候呢 这个注意力缺陷的 这个开始越来越高发 还有就是饮食失调 那么就是 有3% 也就是100个孩子当中 有三个孩子 可能在他们青春期当中会经历 那么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呢 都是孩子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 他经历的 不是说 他一直 就是在某一个年 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那贪食 还有暴食 还有就是厌食 所以当孩子们食欲 就是有严重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提起注意 那当然也有一些的并发症 就是不同的心理健康的疾病 可能同时发生 比如说焦虑和抑郁 它交替 交替出现 那也有一些呢 就是心理的疾病和身体的疾病 比如说孩子长期的某一些的身体不好 那么就可能呢 带来这个抑郁的风险 那还有呢 就是 还有呢 就是精神障碍 就是自闭症的这个 它就是也经常的呢 与这个抑郁症 焦虑症 合并呢 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 当然这些心理的问题 通常来说 不太会孤立的存在 都是比较综合的 所以判断起来呢 这个比较挑战 所以我们可能 这些都是要找 这个专业的医生